喂喂哈喽哈喽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5月23日 今天繼續講聽國歌法的影響 喔搞錯了 今天不是講國歌法 講這個國安法 就是问你关心谁啊,当然不是国歌法啦,一定是关心这个国安法多很多啦,是不是? 那这几天其实是有大量的资讯浮面啦,那所以呢,就众说纷纹 那其实呢,这个国安法,对啦,国安法 那国安法呢,同以前呢,就是你那个逃犯修订条例,是个目的我想是愚出一切的 愚出一切的意思就是,其实不是针对一般市民,只不过为什么一般市民都会出来反抗呢? 那原因当然是因为,啊,就是,哇,大哥,你随时不中富居,不商量民的嘛,就这么简单 其实其他人呢,都是抱持着这个叫做河水不犯井水的概念的,总之你就不要搞我 那问题就是,那你知道啦,如果你捉几个有钱佬去拔心口的时候 那你那些人呢,啊,那被人捉了去的时候,那么随时爆炸烤烤烤烤烤烤烤的时候呢,那就 需要先脱几个出去嘛,那么,那你脱几个了的时候,可能,不关事的。那但是呢,接着那几个 又可能又督幾件出去 那於是督來督去的時候 嘩大佬 用什麼意有一日 即是不覺不覺督中你的呢 到時真是 躺著也中槍的了 這些叫什麼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對不對 那當然啦 即是沒有事沒有幹 即是很多人抱持著的一個概念 就是他沒有事沒有幹 不會搞你的 那搞你的 即是如果他要搞你的話 你一定有被人搞的原因的 那被人搞的原因是什麼呢 那第一件事當然就是 極有機會啦 你很多錢啦 即是例如劉鑾雄那些 是吧 每次都身家不知幾多個零的 那他就正啦 那時候賣賣王室寶走 是吧 總之就全部錢走歸了 那其實你這一年呢 即是 吳明德教授 不是說 香港的年輕人 就為這個香港 省了28萬億的 原因就是因為 他那個逃犯條例是不對的 那不對的時候啊 那香港的青年人 就上街抗爭 於是乎就成功拖倒 於是乎就有這個投資的信心 然後其實呢 計算了那條數呢 總共就有28萬億 嘩 即是他條數怎麼計出來的 即是我一聽就覺得有些山安白做的 那但是客觀的效果呢 那我就同意這一點的 那些有錢佬其實是 應該非常之要感激 多謝那些青年人的 那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所謂的國安法 比較上仔細的內容是什麼 那四類行為 那就是分裂國家 顛覆國家政權 恐怖活動 外部勢力干預 那包括哪幾樣呢 包括鼓吹所謂的 港獨 自決 公投 沽損國徽 跟著就煽動人犯 中反共 這個就叫做分裂國家 這個是人大常委副委員長 黃辰 這個人就是這樣解讀的 那第二樣東西 顛覆國家政權呢 就是說 癱瘓政府的管制和立法會的運作 那即是拉布都屬於的了 那第三樣東西 就針對警隊的 就這個 暴力對抗警方執法 毀損公共設施和財物 那這件事呢 我就有少少批爆頭的 即是 他是講公共設施 那如果不是公共設施的時候 就真的不算了 而公共設施 是指那些路啊 橋啊那些 那我想他是針對 賭路啊那些東西啦 第四樣東西 就是 歐連合流啊 諸如此類那些東西啦 那但是其實 即是他那些條文來講呢 就任他演繹的 那 喜歡怎麼寫都可以的 那不過 我又讀一下這個 王神最後那句啦 他那句是什麼 他就說 香港回歸以來 國家就堅定落實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針 一國兩制實踐 在香港是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 那最快什麼時候實施呢 他那個 他那個 就是這個8月 28日呢 就會去表決的啦 那表決當然就一致同意的啦 那但是啊 在這段這樣的空間來講呢 外國都會有少少反應的 即是蓬佩奧那些都有說話 即是另一樣東西 香港人可能會留意的 就是會有國安機構 在香港那裡進行執法啦 他會設立一些國安部門 那當然有人就說 喂既然你都有國安啦 那其實不需要那個 就是我簡單說一句就是裁軍啦 那會不會最近呢 就是陶輝啊 諸如此類那些 那些 那些僭建啊 那些爆了出來的呢 即是不排除啊 他們已經沒有什麼利用價值的了 是不是啊 哼 就是請國安怎麼都便宜過那幫人啦 對不對 那幫人整十幾二十萬 三十幾萬一個月的嘛 就是在省錢這方面來講呢 用國安就真是便宜過 用這個香港警察的咯 好啦 即是 你知道我啦 和平主義者來的嘛 那所以呢 即是你無謂跟他硬陷啊 做人的事 等於在這個 日本皇軍啊 治理的時期啊 那當然 怎麼說啊 就做著信民一陣先咯 啊 那然後啊 即是 你儲一下儲一下外匯啦 啊 夠錢啦 你就走人啦 反正他都想留賭不留人的啦 是不是先 即是順應國家的施政方針 啊 等他留下有用的人 啊 那其他人就 有得走就走咯 是不是啊 啊 沒得走 拿下做門都是好事 那平時啊 就吃少點 穿少點 那黃色經濟圈的東西便宜啊 對不對 啊 又便宜又抵 又耐用的時候啊 啊 那就幫襯一下咯 就這麼簡單 說什麼玩下手好像變成銷售那樣的 即是你買一塊東西來啊 你也是想內用的嘛 那如果那塊東西 你用一兩年這樣就摺起來的 那塊東西不是經常用就說而已 經常用的話我當然是買一塊內用的啦 好啦 那跟著啊 林鄭月娥呢 就在這裡說了 那個決定啊 是沒有修改到基本法 也都沒有取代或者排斥第23條 規管香港特區英自行立法 禁止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啊 這些這樣的憲制責任 那就就是說什麼啊 就是說 除了這件事之外呢 他還有23條來的喔 對了後面有說到 那但是很多東西其實很濕逃的 我們叫做 什麼叫很濕逃呢 就就是一些共識來的 是一些沒有明文講到的 但是呢 就其實寫了在第一條那裡的了 就是很多東西就是說高度自治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啊 怎樣去詮釋 那現在呢 他講你聽所謂的高度自治呢 其實那個高度啊 就沒有你們想的高度那麼高 要降低少少 再降低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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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再這樣搞 就是你要玩過那些什麼啊 不是有支足一路壓低它 你要彎低身那些遊戲的 跟著在那裡夾一下夾一下那些那些 你這樣咬一下咬一下的時候呢 整條腰都斷的了 不過就算明文寫了 他都可以任意詮釋的了 所以明不明文都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好了 那外國又說了些什麼呢 那 那啊 特朗普就說會強烈回應 那你聽著先啦 就是這些東西 啊 你不知道他講真的講假的嘛 那 那一爆出來你就知道有些什麼咬 啊 沒有做的時候就沒有做的了 就是強烈回應 你太衰了 那都是強烈回應的嘛 對不對 那所以就 不需要抱有太多的寄望 那我覺得大家呢 都是做回自己的本分 那就算的了 我覺得現在就這樣搞法來講呢 一國兩制就 窄窄地 那窄窄地來講呢 投資價值就又窄窄地 那窄窄地來講呢 那就 不要留那麼多錢在這咯 儲一下錢咯 減少消費咯 有錢真的要想走人 啊 真的要想走人 因為你知道啦 你不知道講什麼得罪他的嘛 對不對 就是得罪他的時候呢 嘩 那幾頂高帽不是亂套的 1960年的時候啊 那就是戴高帽啦 文化大革命那時候 那戴高帽的時候啊 嘩 那些黑白無常 嘩 整頂高帽套下來 現在那幾頂高帽是什麼 分裂國家啦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啦 什麼外部勢力干預啦 之後我就想起 一段對白的 那我們去 去一去片先啊 好嗎 好嗎 過來啊 等著你啊 這個時候打包也有呢 找老闆 不用了 到啦 喂 都幾重手啊 喂 什麼事啊 幹什麼事啊 沒事沒事 沒事 你也說得出來 喂 現在我有事啊 喂 別動啊 你們有什麼說清楚啊 可以的啦 007 趁次簽資成營 走私販賣國寶 最無可恕 無需審判 即時槍決 回去 那米特斯蘭呢 我冤枉的 那米特斯蘭呢 我冤枉的 我根本就沒有偷看過 國防機密 你們做人 要有些良知 才可以的 是人家知道我猛的嘛 你們居然居一個猛人 說你偷看國防機密 那米特斯蘭呢 各位秀叔 我跟陳局長都很熟 偶爾是喝茶 慢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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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闆就是陳局長 你殺我 我要他殺你 預備 東哥 不要啊 不要啊 我這麼英俊 我不是想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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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那美國國務院 裡面呢 有些什麼回應呢 那蓬佩奧有些什麼聲明呢 他就希望這個北京 重新考慮 reconsider 那段提議是這樣的 美國譴責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單方面 和獨斷地將國家安全法強加給香港的這個提議 那這個繞過了香港制度完善的立法程序 和無視香港人民議員的決定呢 就會為北京在聯合國暴備全黨的中英聯合聲明裡面呢 對香港所造出的高度自治承諾呢 就敲響這個喪鐘 英文喪鐘點譯啊 嗯 他又說了 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的堡壘 繁榮至今 美國是強烈敦促 北京方面呢 重新考慮這個災難性的提議 遵守所承諾的國際義務 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 民主體制和民間自由 又是美國法律裡面呢 香港能夠保持享有特殊地位的關鍵所在來的 任何衝擊在中英聯合聲明裡面呢 和香港基本法裡面得到保障的香港這個自治和自由啊 那你衝擊這些東西 這個決定來說呢 那麼就會難以避免地影響到美國方面呢 對一國兩制和特別行政區地位的評估 英國媒體呢 緯報方面有些什麼資訊呢 英國都關事的嘛 那麼緯報方面就是這麼說的 法律界的觀察人士呢 還有這個人權活動人士呢 那麼就擔心這個國安法呢 就可能會用來針對那些對中國中央政府持批評態度的人 原因就因為呢 過去一年來講呢 香港和中國當局都經常將示威者 那麼就稱之為恐怖分子 就是最近又有過資啦 就是李家超那些物體 最近他不是很想理你了 你問他 就是他在說自己那份監警會報告呢 非常好非常漂亮的嘛 那麼人家就說裡面呢 有些資料未fact check哦 有些資料不準確哦 簡直是活黑呢 那麼李家超因為問他的那個蘋果日報來的 那所以呢 李家超就以非常傲慢的態度跟他說 啊就是說 你報的東西都不知道真不真實啦 真實哦你真是僭建哦 就是你子女其他東西 那就是的 就是說他整份報紙都有東西假啦 我份監警會報告不可以有些東西假嗎 你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啊 啊那我不知道啊 加拿大的環球郵報是這樣說的 啊那考慮到有成千上萬的加拿大人 是在香港裡面生活 哦我覺得那幫人都是避稅多的 就是你回去加拿大生活的時候 就要給多些稅咯是吧 我就不知道啊 那所以他說了 香港的穩定和繁榮呢 是涉及到他們的利益 啊那而穩定繁榮的基礎就是 香港的相對自治和基本自由 不過杜魯多的政府都做不到些什麼的了 就是他連自己的兩個外交官 今時今日都生死不明的啊 是不是啊 加拿大公民來的啊 那沒有啦 就是完美示範給你看了 如果你加拿大公民還加拿大公民 啊犯法就要拉 哼 是不是這些啊 還有你也不明白的 就是之前呢 他9月的時候呢 是撤回了這個逃犯修訂條例的嘛 那他撤回了這個逃犯修訂條例的時候啊 那就是逃犯修訂條例 就行不通啦 是不是 此路不通 那但是呢 那跟著呢 就是你逃犯修訂條例 都還會諮詢的嘛 那現在呢 你在說國安法哦 啊 23條他都會諮詢先的哦 那但是國安法就完全不用諮詢了 就是他因為是上面表決的嘛 已經不需要立法程序了 所以其實呢 這幾天啊 絕對是引來非常之大的反響的 而這個反響來講呢 就是我不知道他怎樣可以 你一條逃犯修訂條例 無論是商界、法律界、媒體 諸如此類啦 總之很多的不同界別的持份者啊 都在這裡嘰嘰嘰嘰啦 那你找一條更加硬的條例走過來的時候呢 喂 一定吵到拆天的哦 那但是呢 就是 現在呢 那你都見到了 是打橫來的嘛 那別人打橫來的時候 嗯 你跟他講道理都沒有用的啦 是不是先 就是無謂做一些 啊 無謂的犧牲啦 那如果有人真是 這麼偉大啦 啊 那必須要置以萬二分的敬意的 那但是呢 我都是那句啦 有錢的就 走啦 你看到他那個執法標準的嘛 就是例如眾志啊 今天啊 那個口罩 就由於寫著 not made in china而已 那跟著啊 竟然啊 海關就 上門拘捕人 原因就說 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原因就是因為呢 說那個口罩啊 沒有憑證說not made in china 哇 那你怎麼搞啊 是不是先 那但是都 令人反思一件事的 就是 是不是not made in china 後面要加多一句 make in哪裏呢 就是你not made in china 可以拿來做一個 宣傳口號的 那但是同時間啦 那你make in哪裏呢 那你應該寫完的 那當然啦 如果你講 違反商品說明條例的話呢 那你 應該搞搞林鄭的口罩先喔 是不是這樣說啊 那那就 就是因為啊 有錢的人就疼心一點的啦 那他們 帶來些資源走 都是一件好事 就是 無謂留在這個省 如果不是啊 就是 無緣無故被人好像私路那樣 人造人17號吸了去 那就是更說於 你至少啊 啊 在外面的時候啊 就會安全一些咯 屋家安全 個人就不安全的咯 是不是先 是不是應該這樣想先 那所以當然是保障了自己的安全先的啦 那所以呢 就 如果你是有能力的 那就走了先啦 撤退啦 鄧扣黑大撤退啊 不是什麼 反不反對的問題啊 是直接離開啊 大佬 包括啊 一些淺藍的人士啊 可能他都想走的啊 原因很簡單的啊 就是你都不想日日啊 在一個政治爭拗的氛圍底下 就是日日在那裏 吵枝巴弊的啦 是不是先 這個吵枝巴弊的啊 你見到是沒有得完的啊 是不會停息下來的 你見不到這個可能性 因為他影響的人呢 是數以幾十萬計的 是講著深切影響啊 那當然有些人認為呢 就是不亂講話的就行咯 是不是 那視乎你有沒有錢啊 就是你有錢的時候呢 你不亂講話 他都 怎麼都會有位進來的 你不動出來支持他啊 他就說你亂講話的啦 哎 甚至乎啦 你動出來支持他啊 就是說你愛他 哼 不夠愛 Sorry 就這麼簡單的嘛 好了 那講到這裏呢 我又想講一下就是 其實啊 就是要盡的責任呢 很多人已經盡了的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這件事是影響到全世界的嘛 那影響到全世界的時候呢 香港人是有他那種無力感的 而這個無力感是沒有辦法的啊 你影響的是 是香港人自身的人身安全啊 就是他不是影響美國人的人身安全啊 大佬 就是痛的是香港人啊 他拘捕是拘捕香港人啊 不是美國人啊 那所以其實啊 你付出小成本的人呢 就是外國的一些人事各樣啊 又或者已經身在外地的香港人呢 其實他們就更加應該去負上更大的責任 只能夠這麼說 而他們沒有付出足夠的責任的時候呢 那都沒有辦法的啊 就是這盞 我都說了 香港是一盞孔明燈 而這盞孔明燈呢 就是逐命燈啊 啊 的燈火 那就逐步熄滅的了已經 啊 那日治時代怎樣生活 大家就怎樣生活咯 那就祝福大家啦 好 今天講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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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